为了强化县内养生馆及卡拉OK店等营业场所的合法化及公共安全 由县府警察、消防、建设、卫生、财政及社会等单位 所组成的联合机查小组 每月都会巡回各乡镇进行业务机查 一旦业者有疏失或不符合规定的情形 机查小组除了当场劝导外 也会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由警察、消防、建设、卫生、财政以及社会等单位 组成的县府联合机查小组 每个月都会针对县内八大行业 进行二到四次的联合机查工作 关于议员咨询 县内养生馆过多是否有不法 为了使县民安心 联合机查小组进行强化机查 确保养生馆中无不法情事发生 在县议会 因为有议员在关心我们南投县的养生馆太多了 那么昨天执行之后 我们县政府建设处就跟警察局有关单位 就马上进行去基查 那么我们是希望 我们这次养生馆 希望大家能够以合法经营的方式来经营 不要去处罚 做其他不能合准的行业 像西土各方面的 这方面如果被查到的话 我们是一定要严格 让他落定停业不能来开业 所以这一点我是希望 我们所有的养生馆 业者都要国外的遵守 你当初申请要开业的工作项目 不要冒冷的去违法 机查小组除了针对人员进行身份查验 紧急照明 逃生出口等消防设备检查 以及查验建筑管理 使用管理 以及都市计划等三部分 有无违规使用 另外烟酒茶器 以及营业卫生与烟害防治 也是机查的重点 昨天经我们机查的结果 那么大概有五家 是没有违法的行为 但是有一些公安的问题 还是要请他们做改正 所以大致上都没有 受请的教育行为 所以我们就希望 我们这个养生馆 大家能够遵守 你们的遵守法令 它做活法性的一个营业性质 不要冒冷的去做违规使用 建设处工商管理科表示 联合机查由各单位同仁 依业务管辖范围进行查查 针对业者的疏失 或者是不符合规定的情形 除了当场劝导之外 也以书面记录 会诊之后 交由各单位依业务全责 进行后续的劝导 或者是热令限期改善等等工作 希望能够强化县内各 营业场所的合法化 以及公共安全 确保消费者的权益